好 又接着 时隔七年 鲁豫再次到访台北 与老朋友蒋友博 相约在成果设计 从蒋家第四代 到新位设计师 这样不太酷的产品 你也会做的 我老觉得你给你 我告诉你 我等一下不拍的时候 给你看有多酷 从玉树临风到鸡肉行男 就做这次次 从不及公子命 到店家好爸爸 跨界时尚 要让中华之美 打入国际主流的设计野心 我实在是受不了 都是老外 我已经想过 这是挂在门上 落马 那个落马 草泥马是叫 草泥马 你们这边叫草泥马吗 我现在听到的声音 都是台湾的 我真的跑去瀑布路 荣誉有约老有记 听蒋友博讲述 他从最后的贵族 到朝不人生的突变 长得帅的男人很多 特立独行的前卫设计师也很多 但像这一位 生于历史客本里的显赫家庭 并在不接受家世背景的情况下 创办了国内外深受好评的设计公司 同时拥有着一米八五身高 和真实感人性格的 恐怕只有他一人 蒋友博 曾经各大媒体版面 给他最多的称谓是 蒋介石第四代后人 而他给自己呢 却从来只有一个商人的异弦 成果设计创办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5年5月8日早晨8点 蒋友博开通并发出了第一条微博 早 附上一张帅照 就吸引了40多万粉丝的观众 从他近一年来的微博不难看出 如今刺失不惑的蒋友博 迷上了健身 留起了长发 与2008年第一次做客 鲁豫有约时的模样和外形 都发生了不少的改变 蒋家的特色菜 对啊 我说去看了半天 我说我没有吃过啊 2008年时的他言辞犀利 我只有过一个女朋友 就是我老婆 之前全部都是大便 是敢于挑战困难的实干家 我家怎么会没有钱 但是我家真的没有钱 我会在地上求人家买我 是顾佳爱妻的好男人 因为我老婆不能穿婚伤 那我怎么可能让其他女的 穿得比她美呢 我老婆我追了一年了 我们以投资报酬率来讲 马上就可以买 就马上就可以卖嘛 长期投资要好好经营嘛 时隔八年 蒋永博与余再次在台北相见 彼此更难 你是我做一个划我身上来 我老天哪 我是看照片以后不敢消失 台湾型的最后一站 跟随陆玉走进蒋永博 人生真正起航的成果设计 一起细数这八年来的成长与蜕变 江有博以名字当中的博字 命令自己的服装潮牌 博物系列 每件衣服只做限量的六件 一个size有六件 因为做不出来 那我也没有精通录 也没有什么这样 一向不爱拍照的她 也为自己的服装品牌 当起了模特 而就在她公司的展示区内 蒋永博带着鱼豫 说起她为之自豪的 种种跨鱼豫的体牌设计 几年意见的蒋永博 看似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她的生活竟然一直维持着不变的两点一线 每天五点半起床 七点准时出门 八点到下午两点上班 三点到晚上九点陪伴孩子和九条狗 夜里十点再继续工作 尽管她称生活为地狱 但很显然她乐在其中 我们上次见面到 那是08年吧 我记得08年 差不多七年的时间 你有改变吗 差不多都一样 其实我跟你见面的时候 我这已经好 已经十几年了 就是我的生活状况 大概都是一线的状态 我很好奇 你是享受这样的生活状态吗 完全不享受 对我看你那书里面写 你说其实是要每天重复的一种状态 我找不到一个原因不要这样 就是你上班还是要上 小孩子还是要累 累归累 但是跟他们相比变很多 一些朋友都是 没有跟小孩子相比这么多时间 现在他们也都蛮后悔的 因为小孩子大就不跟你讲话 是 因为青少年起 至少他们还在跟我讲话 所以我就没有找到要去改变的工作 但你有些事情做的 在我看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到 就你说你要出差的话 你当天一定要来回 我的意思 那有什么必要呢 我就偶尔一个晚上 我出差在外边是不可以的吗 我那个晚上还不能学习 那我还会不会回来 你是怕不必要的应酬 你避不掉吗 我就没有借口了 你都跑到这边来了 你还不跟我见面 这讲不过去 但是 那我为什么不累一点 回到家休息 我觉得你那个朋友 对你形容我很赞同 他说你有一颗老灵魂 这样想很悲害 我女儿又是国中了 还要再想老 他说嫌我又老又胖了 你还这样子 你女儿嫌你又老又胖吗 对啊 真的啊 他最近已经嫌我又老又胖了 他嫌你太壮了 没有没有 他说又来又胖了 就很好 哦 你还要练多健美才可以不嫌呢 我不知道 我有问他 他在面前 有没有在讲 你说你看 你看爸每天现在练得很有型啊 你不觉得吗 他就说 其他的爸爸也都有啊 所以面对人生之爱就没有办法 就继续 挺好 能够找到治自己的人 是件幸福的事情 有一个细节 你说你每天早晨 叫孩子起床之后 你给你女儿编辫子 所以为什么现在留着好 因为他说他要帮我编辫子 所以我就必须要领够肩膀 2003年2月 蒋有博与林恒宜结婚后 同能积月即成立了成果设计公司 几乎完美地实现了 先成家后立业的人生步骤 到如今 夫妻二人已携手走过了近13年的时光 两个孩子也逐渐长大 养儿方知父母心 蒋有博从两个孩子身上学到的 远比他给予孩子很多 蒋有博说 在有了一个和自己一样难搞的儿子 和一个让他操心不断的女儿后 自己的脾气性格也再一次成长了许多 我这一辈子就两个女儿 一个是我老婆 一个就是我女儿 那你儿子呢 三岁 跟霸王一样 跟我个性就很像 横窗直撞的 很好啊 我们刚在路上我打电话给他们 然后我女儿就说 爸爸你在哪儿 我说我在北京 她说你在北京干嘛 我说我在出差 对啊 赚钱啊 我说对 赚钱 然后就到我儿子 我儿子说你在哪儿 我说我在北京 他说你在干嘛啊 钓鱼啊 我说啊 没有 人家要去钓鱼台 所以他就以为我来钓鱼 我说没有 爸爸没钓鱼 他也不管我 钓鱼啊 钓鱼接着带回来 这就是两个个性的差别 是每个男人做的父亲都会这个样子吗 这女儿太重要了 他以后结婚我还要睡中间 好变态的爸 这不是变态的问题 昨天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来一个建筑师来跟我谈谈东西 所以他女儿也太结婚了 然后在一个很漂亮的beach 然后在cliff上面 我就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把心脑直接推下去 我听到过谁说 你今天准备要买一把链枪 说看谁来找我女儿 就是那样的心情 这个我到现在还讲 所以那儿子跟女儿之间 你是明显的偏向女儿的 明显 那你太太就明显的偏向儿子 那必须要做这么一个balance吗 否则她儿子有点 我儿子跟我太像 我儿子跟我太像 个性的个性来自 她那个小聪明太像 我好像说真的很惹人眼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我这么惹人眼 所以我才是稍微的 你小的时候想到过 有一天你会是这样的一个 很极其顾佳的一个男人吗 不会耶 真的 我顾得这个小孩 但这一点就是 自己是没有想到过的 很难耶 出生换电话中的时候 觉得我还烦死了 慢慢长大就 不知道为什么 你做这些是一种 当人的天性本能会这样 还有一种是你做就是 你真的快乐 还是你觉得 OK 此时此刻 好 蒋老伯 这个是你的一个project 一开始是 后来变成 你喜欢 后来变成快乐 因为我觉得男人比较难 是因为我没有怀孕大力 没有怀孕食物 所以你不会体验 有一个life 它在 它在grow 所以你是突然间就说 i'm a father 那怎么去调试 花了我很久 所以你是一个 我如果这个事情 我没有承诺你 我做不到 但我一旦承诺你 我不管我自己 怎么想法 此时此刻 就一定要做 我打死就要做到 对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 我很 我没有办法给 promise 就是 我只要跟你讲说 我会做 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我非常尊重这样的想法 我特别尊重这样的人 我现在这样的人 其实不多的 就有这样想法的人 其实不多的 但是就是难得坚持 如果今天没有这个采访的话 你会几点钟回家 今天有这个采访 也差不多是要两点多钟 也没有规定 因为今天 然后这个礼拜 我刚刚讲 所以今天你大概 应该是一个 嗯 嗯 所以你就一个 一个礼拜要去做 四次健身 嗯 你是在喝酒什么 特别的 帮你增强肌肉的 没有啦 咖啡啦 但我觉得你以前那样 挺好的呀 就是叫什么 玉树林风行 那一定这样 我们去吧 哈哈 好 好 太少了 所以你这样 你会更喜欢 你现在这个 以前可能 虽然是 你有去运动 你有去什么 你一直觉得 真的很穷 因为感觉就很穷 后来会发觉 其实 你真的有药法 你不用听到 你的感觉很穷 你这是老虎 你坐在这边 大家都知道是老虎 你不用每次去咬人家一口 所以整个 开始改变的时候 就要让自己去改变 但是你还是会想要放弃 因为你有太多东西 所以才开始运动 很酷 我觉得这个 能改变自己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的精神状态 你的那一切都是 和你的这个运动是 它有帮助的 我应该这么讲 如果照生理学来讲 是有过 因为你运动 如果是练肌肉 肌肉密度够 血管会出嘛 练出血氧会高 脑袋会清楚 分度度会强 是生理学 那心理学来讲 只是 运动完之后 就比较不容易发明气 嗯 你们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练的话是不行 你会要一直练下去 没有闻的 那是练法 那个就是老外在骗人 你知道吗 没有但是像 因为我采访过他们的运动员嘛 他们一退役之后 不练的话 就会就会变松了 他们在肌肉有三种 红肌 红肌跟白肌 运动员大部分 练的是红肌跟白肌 所以不动了就会练掉 哦 但你练的就不是 练度增加牛腱 牛腱 牛腱怎么样都是牛腱 而不是肥力 哦 这个 这个 这个解释的比较好 对 当然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俩胳膊的特写 哈哈哈 江友博在微博里写到 有时换个思考方式 事情就容易做很多 例如健身 一次一小时 一周四次 一个月十六小时 一年才总共八天 为什么不好好地把握每一次做的机会呢 学习工作毅然 这是他迷上健身后对生活的思考 很多看似不易的事 换一个角度坚持下来 就不是很难 成果设计是如何诞生的 因为江友博的理解是成 表里同色的水果代表着成食 这与他的人生追求如出一辙 一如他一开始的不被家人理解 到经历公司濒临倒闭的危机 从克服公子命 再到为了一个订单而向客户低头 他用诚实感言的方式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可以豪气地说 台湾的设计公司没有人比我赚钱 这位有着政治血脉的蒋世后人 是如何完成了所谓 没落贵族的华丽转身呢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完美的生活状态 是什么呀 最完美的生活状态 偶尔进来喝杯咖啡 还不告诉我 每个人都做不错 都赚钱 那样起不很无聊 那你每天你要做什么 我一定会想出 让我再去忙的东西 只是你问我的话 我都希望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你的人生 其实需要一个又一个 给你挑战的那个project 比如前一阵你要健身 然后接下来你可能 当这个成为常态之后 你会想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你真的是也会给自己找麻烦的一个人 犯贱 我觉得做设计非常酷 设计在一开始我在做在台湾 算是很下贱的工作 很什么 下贱的工作 很下贱 对啊真的啊真的 没有人愿意当设计师啊 谁说的 我说的 不是啊真的 我设计公司五年了嘛 在我第一次开的第一年的时候 甚至连我母亲都问我 你为什么要开设计公司 为什么 因为不体面嘛 嗯 我们坐下来吃饭 你儿子在干嘛 当律师 你儿子来医生 你儿子来管大公司 你儿子来开一家设计公司 这个落差太大 会这样吗 会啊 你以前做过什么设计吗 没有 但是 因为我所有认识的人里面 没有一个人在做设计 所以你要做这个 所以我要做设计 而且我实在是看不惯 国外啊 来我这边生产 然后再卖给我的时候 是十倍的价钱 是这样 想到心里面就 讲直接就是不爽 那你七年后做这个公司 跟当年七年前到北京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时候跟你见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挺着在比较表层的设计 虽然有一些想法 但大部分都是设计一个杯子 设计一个车踏车 设计的什么 最开始你们的设计 其实就是设计的一个初级的一个阶段 对 我发觉比较散诚的是 我听你要什么 然后去帮你转换出一个语言 是其他配合的人懂 常常有老板找我谈 我跟你谈你懂 但你上次来说是08年吗 就是你其实公司最不好的那个时候 对啊 快挂了 但其实你公司因为03年成立之后 04年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上轨道了呀 这个我的结论 叫做公子民 有时候你还是会懒散 以前在家里什么人都有 你去管你去处理 另外一个公子民的这个特性是 你会觉得周遭的人都是好被打 其实后来发觉他们都是 绝大部分还是第一 所以每个人做生意的话 都会要经历这样一次 你必须要叫什么绝地反击啊 就是把你逼到了 所以我的日记好啊 没倒啊 因为真的缺到一个不行的时候 竟然客户就来 刚好就开始 就这个可能银行里面 还剩最后一块钱的时候 然后第二天 八千台币啊 那才一两千人民币而已 对 不是去银行贷款 不是很正常的吗 做什么 公子民就开不了口 银子拿不下来 现在我随便缺钱 趕快去拜托你 不缺钱的时候 可能银行会来 我们赶快先签信用贷款 万一 那是什么 还太年轻 我记有一点 我上次应该没问到你 我这两天还想为什么 如果我是你的话 比如说爸爸走了之后 我可能会想 那我就在美国试一试 或者我 我任何地方 我都不会回到台北 台湾来 因为这比较难 我没必要再给自己 增添不必要的挑战 跟麻烦呢 我只是单纯觉得不爽 你被赶出去 我就是觉得不爽 回来再试试看 在台湾一项 上班族心中 创业标杆的调查里 蒋有博排名第三 而他所创办的成果设计公司 已经拥有索尼 摩托罗拉 微软等国际知名大客户 人民也终于将他的称呼 改为台湾成果设计公司 创始人蒋有博 然而如今 事业有成的蒋有博 从未忘记过父亲 蒋孝勇的盯主 也从未忘记 演绎蒋经国的遗训 蒋家后人不许再控政治 蒋有博 蒋有博恢复着蒋家 这个沉重的姓氏 品尝着普通人 无法体会的高空跌落 而如今蒋家第三代 大多都已经散落海外 蒋有博又为何选择了回国扎根立业 像你们这样家庭的人 是不是本能地觉得做生意 也是个选择 但不是最好的选择 应该说以生意来讲 最容易就是金融啊 女士啊 你去做一个这种生意 那设计是广告吗 还是说 你说你现在设计一个杯子 什么叫设计杯子 比如长这个样子 不太 嗯 我看你的那个博客里面 你说你有九顶帽子吗 对 其中一个是长子 我想啊 那可能长子跟老二老三老几 是不一样的 还是在你的这个特别的家庭里面 长子才特别的不一样 不会啊 我觉得像你也会不一样 你必须要做什么 呃 会有一些责任感 但是我相信我的那个责任感 应该没有你那么的强 至少周遭现在做的还不错 长子 嗯 所以男性他过 他先把叛逆期过了 就是那种疯狂的事情 不靠谱的事情 先做过之后 一旦成年之后 他就是个踏实的 靠谱的一个人 不一定啊 有很多到现在还在 还不靠谱吧 嗯 那你为什么就能够变得 我们说靠谱呢 嗯 因为我没有任何的人 我讲实话那时候 没有关系人来 全部都跑掉了 第一个来不及了 母亲不是说生意 母亲想帮忙 她不是多生意 嗯 那这才是很美 所以你妈妈是会觉得 是对你更加偏爱你 跟我妈 我们两个人还是又爱又爱 所以我们两个个性很像 都很粗 嗯 但是有问题 我们两个人会粗 所以我们两个的关系很乖 又是朋友又是朋友 好像我能够理解 我没有办法去 讲一些我不 我心里面不是这样想会想出来 嗯 所以我跟她比较少聊 但是聊都会了解 比较生意 你能够做到像一般的我们中国人 会比较那一点 就不太有那种身体接触 跟家人之间很难 那个还好 我可以抱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你讲说 我不认同事情 就算你是我妈而已 就在孝顺前提下也不可能做到 我讲不出来 对 我觉得重点是每个人都在调试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经历过的 我家里面每个都有经验 所以他们就是不断的在调试 不断的在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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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调试是你们跟这个社会在调试 你们之间 就是社会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以前有爸爸 后来没爸爸 以前有姿员 后来没姿 我妈也在调试 我也在调试 我二弟也在调试 所以我们三个就不太讲 你没有那个经验 所以后来又会成一种默契 就是每个都是独立的 但是我们真的有问题 我们在一起来说 钱对你重要吗 钱也很重要 我觉得公子 公子命的人 其实他对钱是没有概念的 那是因为他们还有钱 所以以前你是对钱没有概念的 一点都不重要 钱真的是重要 没有钱没有办法选择 嗯 所以一定的选择不一样 只有多少钱 如果那边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比较不喜欢赚 让我睡不着觉的钱 你还能记得第一次 因为因为生意 我要把公子的头低下 第一次低下头 第一次啊加话吧 到目前为止 他是唯一的一个客户 我一个瓶子 我当然要画古诗统 还在修 一直被 一直被雕 被雕的理由 我也不太懂 就是不 这不是海派 不是海派文化 但是海派文化的定义 他又讲不出来 所以那个 那一段 是你要完全把自己放掉 把自己当成是白痴的 哇 就从一开始 把他当成老大 你到底都一直去 去你的 我出来 不过也好 那之后就 他可能也不是特别针对你 只是人家就是 他不是针对我 只是他对于任何的公司 他都是这样 只是对我来讲 不好 第一次我是任何的公司 而不是其中一家 如果那时候是 你以前公子那个状态 你会怎样 站起来 宝子不干 对他救不完啊 就是什么 我这个个性现在还是 一年还是四个两张 那你就自己回到当主 关上门 你撕可以 你不可能当客户的面 撕啊 你撕过吗 我撕过当客户的面 当客户的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客户呢 所以好像最近 最近有一个案子在做 那个 本来就是那个文化学 希望去帮忙 之后去顺利 文化的做法 这个地产 这个新的做法 要去破坏它 所以本来找我朋友 说真的 他说要开咖啡店 那咖啡店那合理嘛 嗯 那烤得半天不是他 是麦当的好 那麦当都想要做的 像北京斯高巴士 就是不冷的 这个我们自己死掉 那这一类的东西 我会认为 是在浪费的事情 近日 国际知名快餐 连锁店麦当劳 在浙江杭州 蒋经国旧居内 正式开业 台湾已故领导人 蒋经国 他的故居 接受了像麦当劳 还有星巴克的分别 蒋友谷提到的 当着客户面撕毁合同事件 是2015年10月 在网上广为流传的 一则机会 国际知名快餐麦当劳 在杭州蒋经国故居内开业 当时 杭州蒋经国故居 找到蒋友谷 并邀请他为旧居 做空间规划与设计 但从头至尾 从未提及 日后会有麦当劳进驻 蒋友谷因此 误以为是文化用途 自称有被骗的感觉 还与带怒气地表示 客户要的只是我提供些人的照片 随后 蒋友谷便很快与之解约 并于10月31日发表微博 有些事就是不愿意做 不愿意配合 我答应过我爸 在经历时 要可以不掩饰地说出 一生行的证 对得起我的血统 而所谓行的证 不一定是全他的对付 而是简单的误会 你是个有野心的人吗 当然有野心 到目前还是自有野心 还有想要去改变一些什么 改变什么呢 这几年在大陆桌上以后 我发觉有太多东西 被外国人定义 像奥林区在玩之后 四个玩之后 突然间有很多的 我们光是讲 这人总好 外国人是有血 这是让我特别愤怒的一点 很多北京人都很愤怒 就是北京成为外国设计师的 一个playground 那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why 我也觉得why 我也不明白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 那理所当然习惯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挑战一次 why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照 例如他们的美 我也看不懂 然后说我用中国的意念去做 我觉得 问题是 我算是蛮喜欢 中国历史也好 这些东西 所以我这几年的野心 就是我要把他们所做 整个分开 聊到设计本身的蒋友博 很酷很犀利的一面瞬间消失 他立刻变得专业热情 并且充满着童趣 甚至偶然流露出 流淌在他家族血统中的使命感 在事业上 他无限的野心 不在于政权 而是欲将中国传统文化 打入世界主流的雄心壮志 即使他不是科班设计出身 也能用实战打造出一系列的不可能 他让东方的图腾 登上了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车身 创造了第一部高端城市脚踏车 实现了世界最大的常态性大数据互动艺术 很多在于目前的中国 都属尖端且独一无二的创意 这是个什么装置吗 叫什么视觉啊什么的 叫什么什么视觉啊什么的 这是个什么装置吗 这是个很短玩的 你看人才这么小 好玩的地方是说 它是用大数据 你看有几滴水有没有 它是世界上往几个人口 嗯 它每一天都每一秒 哦 我看到 嗯 那这个影像是通过什么呈现出来的呢 就是我们自己弄它 是个LED啊 还是个什么叫 这个是LED 那 就是竖起来的这个是LED 其实全部都是LED 全部都是 这上面只是加玻璃 然后我们 当然像这种软体 我们是有一个叫Unity的机器 所以当你人走到这边的时候 水就会绕过它 那为什么 因为金融是一个循环 它是给一家银行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 看到的鱼 看到都是台湾 我像那个瀑布 我们真的跑去瀑布录录录声 鱼就是真的是台湾的鱼种 我们去做 所以它是第一次有这个东西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装置吗 很大 14吨 14吨 对 那是要放在他们的 大厅 这个就是在解释说 这好漂亮 对 你走花会跟你开 然后你走进鸟会飞 呃 这个其实是一个习惯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好 我们有这么多的大公司 其实中国有很多很多大公司 台湾也有所谓的世界纪纪公司 那你要怎么跟人家解释你的公司 嗯 做下来 还有给你看个这个PPT 一个简报 我们公司营业额多少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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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 他不会感动 他不会去理解 嗯 那我就一直在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是可以把一个公司的精神 用这种艺术 然后你会感动的方式去呈现 那我就帮这个中国信通去做这个东西 那这个案子 岂不是个天文数字的一个案子吗 蛮贵的 是吧 蛮贵 那这个我们是用 一百万个LED灯 去创造出来的 这个很牛欸 这个 这个很牛 而且好玩的是 所有的东西大陆生产 我们自己去盯 哦 连那个工厂那个都 一直都去盯 所以 哎 这个真的很牛 所以一般的人就会认为 你要是搞设计什么 就是做个包装好了 你帮我设计个产品也好了 就这个才是真的很牛的 其实有很多了 那 或是可以看 像我们在做的 光是脚踏车做电 嗯 我们都做了很多的突破 我觉得 脚踏车做电就是 没有想到 就是屁股 屁股坐的 OK 这些 应该说我 刚刚你朋友也讲 我挑战这些就是 我实在是受不了 每次都是 都是老外 老外跟我讲什么 老外跟我讲什么 跟我讲什么 我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老外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老外就他把一些 在国外他不敢做 没人肯让他做的东西 都在中国实验 这我心里很不爽 我觉得 我觉得 不只是这样 而是我不喜欢他们去硬包 就是他明明没有 明明就是你要表现的艺术 我们这样讲 那你为什么要包成中国的东西 明明他就不是 那 这个 常常我就会被 外国公司挑战说 你没有实力啊 嗯 你就是做不到我们这一点 所以我就毛起来说 好 你为什么 我就要做得比你更好 我就要做得比你更细 我就要做得比你更快 你怎么能知道 你自己是有设计的头脑跟眼光 完全 创意的头脑跟眼光 完全不知道 对吧 这也很有点 你看 这个是那种 这不是 这不是一般的那种车 这是那个什么 就是赛车的是不是 其实一般也可以骑 就是后来我也 我们 这个一般的车也可以骑 你看这个 跟 这已经算轻了 那是纯碳前 没有轻不轻 我觉得无所谓吧 就是要 不要不要太割 差很多 是吗 因为你刚刚讲的 不要割或舒服 比较多必要的 但是轻不轻 其实是你 骑起来舒不舒服 因为你越重 你要花的力气就越多 所以像我们在做这个 所有的细节 这个比较好看 这是羊年 这个好看 这好看 回去玩玩 你可以挂在 挂在门上也 我已经想过 这是挂在门上 这还有一个羊耳的呢 这很好看 另一个温馨的设计 是蒋永罗第一次 甲公祭司的创意 他以爸爸的身份 把自己给女儿讲过的故事 画成了绘本 把孩子们想象中的童话世界 用科技的方式 变成了现实体验 这会是名创 童话或者认识 我觉得那还挺可爱 这也是个狐狸吗 这是碗熊 哦 碗熊 带了个什么 带了个像带了个锅一样 带了个碗 带了个碗 这我 好吧 OK 这是个比较冷的笑话 我觉得 这是个狸 对 它叫狸猫 狸猫 哦 那我明白了 你的这个 就是每一个都会有一个 好吧 自己的 好吧 这是个 这是个 这是一个岛 我觉得岛都会动 是因为它是一只鲸鱼 OK 是岛 这个岛的形状是像哪个岛 还是一个随便的一个 随便 我只是在Imagine 刺猬 对 但我觉得刺猬 像菠萝 松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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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鹦鹉 金刚鹦鹉 所以它很壮 这比较像你 撞到不会飞 这比较像你 我以前有一只 我以前有一只 超强 这个叫什么 大嘴鱼 爱讲话 讲话到全部都是脏漆 就是 对了 树兰 树兰 树兰爬得慢 是因为她穿的西装 她的西装重 所以她只能慢慢爬 你要把这一切是通过 比如说漫画书 儿童的那种 读物呈现 除了还需要 整个互动 那个拿play来好不好 接着手画 这就是我跟我女儿讲的故事 好不好 做起来 有一颗蛋 你会自己上你的颜色 蛋掉下来之后 它会长出各种不同的动物 动物都会是你画的图啊 或是颜色 那家里可以拓展的空间 其实是很多的 我啊 动漫啊 或者 我啊 动漫啊 网游啊 我最近还写了一个 你要我就给你啊 写了一个叫做 我把中国的山海经 嗯 跟成果的故事 嗯 跟我自己的故事融在一起 我写了一个 剧本 是个什么电影啊 还是什么 还有点像魔镜 对我在想 我想哈利波特 差不多 差不多 你也不用太抗拒别人 把你当明星看 因为抗拒不抗拒 你的确还是 还是有这样一个身份在的 我没有太抗拒人 把我当明星看 但是我抗拒你 把我当明星操作 就是 你给别人稍微的一点尺度 就是 就我可以允许你做到某一个程度 但是你不要超过我的那个底线 就可以了 我当明星会讲得很清楚 但是没有人愿意啊 嗯 要不然就是很过 要不然就是不要 嗯 那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你可以说是我的女儿 我的孩子 我的家 我的成果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因为其他人是我个人 嗯 原本就是我自己的 我就是一个成就 那也可以说是啊 那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你最最 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很多欸 我 应该是说 如果 我的成熟度 可以更 更好 嗯 其实我过程当中 很多事情 是被半个人来做的 你能够举个例子吗 比如你做过一件事情 你希望如果时间到了 我换一种方式去做 刚开公司的时候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应酬 交朋友 你觉得是一个借口 所以一开始如果我认知 是成熟的 其实我并没有用 你做应酬也没拿到什么好事情 嗯 但如果你 应酬的过程当中 你还挺放松的 那也 那就不叫应酬 那叫做跟朋友聚会 嗯 只是我们常常把这两个 嗯 嗯 比如说你刚刚回到台湾的时候 包括十年前和现在 别人听到蒋有伯的名字之后 那反应肯定是有变化的 差不了多少 还差不了多少吗 都是两种人嘛 一种就是 哦 姓蒋人 一种就是 你是姓蒋人才这样 不是这样的 嗯 但我意思是 现在人听到这名字 它更多的是一种 会心态会更平和一点 反应会更平和一点 要么你就是喜欢 要么你就是讨厌 它不会是平和的 我觉得会有讨厌吧 很多哦 很多在台湾 你只在台湾 可能会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 但我觉得大陆应该 应该不会有 大陆有很多 听到讲 会有很多浪漫的那种 对当年的一种 一种 那个也是一个问题 那也是个问题吗 我压力会很大 你说光是看博客的回应 我压力就很大 人有时候的确 就承受外界那种非议很难受 但承受外界太多的 没有来由的好意 也是一个很累的一件事情 所以只有是一个 非常微妙的一个 就是你做公司 要把公司一定要做得很好很大 但万一你的工作的很好很大的话 他们不仅仅是蒋家第五代的 又是富二代了 这就是我最近非常苦恼 每天在问自己的一件事情 你的内心真的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吗 对政治是冷感的一点 但我老觉得 这可能就是我的一厢情愿 对你的解读 我老觉得你是把它给 拿一个水泥把它给封起来了 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不能够碰的 当年我父亲对我讲过的 我绝对是一回事 我也碰你刚刚的父亲讲的 是有原因 另外一个是说 既然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去多想 后来就变成一个习惯 习惯完之后 我现在对政治是有太多的兴趣 那我能大胆地假设 因为我就相信人生 有never say never 就是你十年二十年之后 谁知道世界是怎样的 我是怎样的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possibly 可能 是吧 如果我是蒋友波的话 我每天遛狗带孩子来做设计 做我觉得也很好 但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这样 实力很弱 这些对我来讲 现在有点奢侈 嗯 还早 奢侈 还早 如今对于设计和文创事业 学习当个平凡人 未来会有多少可能 我们不得而知 正如主持人的那句 永远不要说永不 在蒋友波出过的两本书 悬崖边的贵族和悬崖下的小道理 都用了悬崖这个词 蒋友波的解释是 因为悬崖让你没有退路 站在悬崖边 不管往上还是往下 你都想要拼命抓住 在牙上有最轻的风 在牙边有最绣的颈 在牙下有粉身碎骨的失败 我想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活得太舒服了 否则就会死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